我現在要把這個分開 李李能看剛剛的陳俊宏老師 把他的課講完 至少把這個分開 我現在要想做一個看法 謝謝大家 我們都是 我們在進行我們的權利 我們在支持我們的權利 所以我想 大家 在進行的介紹一下 我把我應該講的東西把它講 剛剛我提到 政權的部分 我們卻是發生到 這個政權有辦法繼續回應 這個 這個 執藝專亂的情緒 你會不會還記不記得 剛才剛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可以有他個人的意志 要把一個國會議長 這個 拿下來 在那個固執裡面 也發了我們整個憲政的危機 但是在固執當中 他卻沒有任何 需要為這件事情 付出任何的 所以 或許 他在面對我們的 身心訴求的時候 他如今 好像沒有任何的回應 所以 我跟議長來講 或許他的耳朵真的長毛了 所以 他聽不到 我們很多的這些數 有人需要便當嗎 如果 我們在同行 立法權的角度來看 我為什麼說 我們的行政權 失靈 但是我們的 立法權 也是失靈 我們選出來的 提議代表 也沒有辦法 真正的 為我們 來為民投捨 我舉幾個例子 各位就可以發現到 我們現在的 始終的立法的運作 其實是面臨到 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現在的 這個政黨的一個 在立法院的一個 格局底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選舉組織 導致了很多的 中央民意代表 在這樣的小選區的 運作底下 產生了一種現象 叫做 中央民在地方化的情形 因為 在這樣的小選區之下 民意代表 要在國會問政 不一定能夠當選 但是他至少一定要 去做所謂的選區服務 所以每一個民意代表 為了要獲取 選民的支持 他必須要花很大的時間 投入地方的 基層的經營 在這基層底下 國會的問政品質 常常你會看到 很多人是搖頭的 另外一部分 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的國會運作效率 非常的不佳 所以每年的會期 沒有好好開會 沒有太多的這些法案出來 然後再跟我們說 我們要開臨時會 那每一天的臨時會 就要花我們人民納稅錢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立法權 失能沒有辦法真正的 來捍衛我們基本權利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 但是我們今天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底下 我們今天如果認為 這個民意代表不好 我們要把它換掉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在台灣要選一個立法委員 容易 今天要罷免一個立法委員 是難上加難 所以這會造成我們今天 在面對這樣的一個政治困局的過程當中 立法監督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發揮功效 請問如何難上加難 為什麼會難上加難 只要罷免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門檻非常高 我們現在門檻 我們現在是小選區 就是我們選一個立法委員 只要他在這個選區相對多數 就可以當選 但是你要罷免這個立法委員 你要這個全市的人的幾分之間 幾分之幾出來連署 然後出來投票 過半數才可以當選 才可以罷免 所以那個難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選上一個立法委員 必你要罷免一個立法委員 在程序上是非常困難 那我們說 如果行政權立法權 沒有辦法幫我們監督 我們常講說 媒體是第四權 媒體能夠來幫我們 做很多很多的這些監督的事情 我們賦予媒體這麼大的權益 但是各位都知道 在台灣這幾年 媒體的發展 確實也出現了很多 我剛剛講的失控的情形 我們常看到很多媒體 在這一些收視率 廣告量的考量之下 他不會在意 什麼事情是人民 應該要聽到的訊息 在這裡面 一切以商業利益 考量的基礎底下 我們這幾年 媒體也出現 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比方說 各位都知道 在過去這幾年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年輕人 出來反媒體壟斷 因為媒體的集中 許多的這一些大企業家 掌握了媒體 讓我們的媒體聲音 我常常講 台灣頻道是多元的 聲音是非常單元的 常常很多時候 我們今天中午看到的電視 是白天白報紙的電子版 那個過程裡面 我有時候很好奇 為什麼今天有一個人 離了婚 是全國人民都需要知道的 頭條新聞 但是在這基礎底下 一切以收視率廣告量的過程 比方說 我們今天這些符號 這麼重要的議題 或是是我們今天 在這裡面 那麼多 公民站出來 展現出這樣的一個 公民意志的過程裡面 所以看到了很多媒體 呈現的方式 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再加上過去我們多次 這幾年台灣媒體 有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的媒體 置入性行銷非常嚴重 什麼叫置入性行銷 我們今天如果看新聞台 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今天看的是新聞 我今天看過物頻道 我知道我今天看的是廣告 所以新聞呈現的是事實 看廣告你知道說 今天那個人要用三分不亂之蛇 要來說服你 但是我們今天要呈現的新聞 就是要了解今天事實真相是誰 可是當有一天 新聞跟廣告 你分不清楚的時候 或者是說 其實今天的新聞 事實上是廣告主買來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就非常大 那台灣這幾年 有很多的這種置入性行銷 還有新聞記者 有什麼業配的 他要當業務員 他要去拉新聞 那這樣的情形底下 當然對整個新聞自由 帶來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媒體沒有辦法做好 他第四權應該有的監督角色 所以在這個基礎底下 我們看到了 行政權失能 行政權失靈 立法權失靈 這個媒體第四權失控的情形之下 我們事實上 在沒有任何可能的一些條件底下 公民不服從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換句話說 公民不服從的這個展現 是民主社會一個必要的一個力量 這是一個每一個人 在一個民主社會 要讓整個民主社會正常發展當中 人民透過自己直接展現力量的方式 讓民主回歸到正常的管道裡面去 各位都知道 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當然就如我們剛剛看到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正常的民主國家 也經常會出現 制定了很多 沒有辦法讓人接受的許多的法律 所以公民不服從 公民抵抗 就是要讓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以透過人民的力量展現 來進行矯正 什麼叫公民不服從 簡單來說 就是說我們在一個民主政體底下 人民透過自己的力量 來達成改變法律 或者是改變政策的這樣的一種目的 他的方式是用和平非暴力 但是可能是透過違法的方式來展現 為什麼要違法 是要凸顯那個法律 可能是有問題 或者是讓社會大眾透過這樣的違法的方式 來訴求社會 來跟社會對話 讓社會重視 這個問題 如果在正常的管道底下 已經沒有辦法解決 喚醒社會對於正義的最基本的正義感 重新來掌握 這一個民主社會的一個正常管道 那這裡面你會看到很多的例子 我們從可能從早上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老師 談到了過去公民不服從的例子 我們談到梭羅 談到甘地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位 在當年可能大家都知道 美國黑人民學運動裡面 有一位金恩博士 我今天來跟大家談一位 各位可能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她是 煥起美國 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 她叫做Rosa Parks 這位女性 在當年的美國社會裡面 我們說 美國憲法保障 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基本權利 但是偏偏 黑人就不是公民 換句話說 很多的黑人是沒有辦法享有 跟公跟白人一樣擁有的權利 在Rosa Parks所在的地方 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 他們當年的種族隔離制度底下 黑人是不能跟白人練一起的學校 黑人跟白人也不能夠上同樣的餐廳 黑人跟白人也不能夠坐在一起 在電影院裡面看電影 甚至黑人跟白人 坐公車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法律 公車分成三階段 前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是白人專屬的位置 後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是黑人專屬的位置 中間那一段灰色地帶 是只有當所有的白人都有位置坐的時候 黑人才可以坐 中間那個地帶 這位Rosa Parks在1955年 他已經在沒有辦法忍受這樣的一個法律 把黑人當作這樣的方式來對待 所以他有一天 他坐在那個灰色地帶的位置底下 一個白人上來了 那個白人 依法 請他讓坐 因為法律規定 這個位置 如果白人沒有位置坐的時候 你必須讓坐 這位Rosa Parks屬於是 在野人受不了 他說他絕不讓坐 最後 這位 這個公車司機 也依法 把這一位Rosa Parks 帶到警察局去 因為他違法 因為他今天不讓坐是違法 最後 他被罰14塊美金 他可以一顆罰金 他說 我不願意 去繳這14塊美金 我要違法 來凸顯這個法律 是不正當的 就在這樣的一個舉動底下 喚起了全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 我們看到後來會有這個 金恩博士的這個出現 之後 美國出現了長達381天的 拒絕乘坐巴士的運動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般 真的假的很有名的 這個 Freedom Rights的運動 那這裡面你會看到 他其實就是要去凸顯 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底下 當法律已經嚴重的 違背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的時候 我用這種方式 來喚醒社會 重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讓社會重新去反思 我們怎麼樣子 來回到 我們經由的這個民主政治的 基本秩序 我們都知道曼德拉 也是 過去當年的曼德拉 他也是一個公民 早年 1952年 他也是一個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倡議者 他認為他要遵循干地 來進行所謂的不合作運動 可是隨著這個種族隔離制度 這麼樣子的這個 嚴峻的這樣的法律制度 後來 其實我們看到 曼德拉是有一度 就採取了一個非常激烈的武裝革命方式 他的非洲民主議會 有一段時間 你會看著曼德拉一身一方面穿著西裝 一方面拿著長槍 要對抗這個體制 所以 在這邊簡單講的一個過程裡面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公民不服從 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必要手段 他是在當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經窮盡的時候 透過人民的力量 讓整個民主社會的正當性能夠重新 回到這樣的民主秩序 所以